凤凰花开新鲜人准备步入职场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高达7成4新鲜人有意投入就业市场 是近5年来新鲜人求职意愿最高的一年 另外有20.4%选择在国内继续升学 准备出国工作升学占5.5% 而在准备投身职场的新鲜人当中 6成5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起跑 根据我们的调查 大概有7成4的新鲜人有意愿打算投入职场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现在全面的生活的水准 还有消费的水准都已经差不多回到疫情前了 这一连带增强了新鲜人的求职的信心 所以看到是2018年以来求职意愿最高的 那么其中有6成5的新鲜人是已经展开求职了 那其中有21%甚至已经找到工作 有24%已经投出履历 还有21%是正在协捋力当中 根据我们的调查 发现科技资讯业一直以来是相当的高薪令人羡慕 所以还是未知榜首 那其次就是政府团体所谓的公职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 那这几年因为疫情动荡的关系 我们观察到新鲜人 现在也开始会去寻找一些相对比较稳定安全的工作 因此可以看到公职占了第二名 那其次就是泛媒体业 还有金融业都是新鲜人所期待 也所想要进去的产业之一 我们观察到说新鲜人的期待起薪大概落在35186元 和三月份的调查比起来 还是高出了1000元左右 那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反映说 现在通膨的问题相当严重 也有让大家觉得说 生活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也反映在大家的期望薪资上面逐年的调高 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说 自评待业期大概是40.8天 所以我们会提醒求职者 尽量及早展开工作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我等毕业之后再来展开工作 但是可能你就要必须面临说 已经毕业了 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空窗期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新鲜人 尽量是在可能毕业前三到六个月 就可以开始准备你的履历了 那大概前两到三个月 就可以开始投低履历 可以及早卡位 毕业及就业 郭同学是民校气管研究所 在学生 还没有毕业 就报考金控集团储备干部 并且从600人脱颖而出 入职后起薪上看7到8万 原本大学念的是中文系 他建议求职者多方探索学习 找到适合产业后往目标前进 其实我觉得像金融业储备干部 他们最主要是强调三大能力 那首先第一个是可能外语能力 外语的口说能力 那第二个是逻辑思考 还有表达的能力 那像有不少的面试的过程 可能会有辩论啊 或者是像个案讨论 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看完个案 并且和同组的组员讨论 那同时要展现你的团体 合作能力也要能够就是想办法在当中凸显你自己的个人特色 那最后一个能力我觉得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是大家会很强调说当你去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 或者你在很高压的环境下 你是如何去面对 然后去解决当下的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文学院有优势 那也会有劣势 那优势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是文学院过去也有就是训练我一些表达的能力 因为其实像我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的善于表达 那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报告的机会 那训练我口头表达 那第二个是也会特别有记忆点 就是他们会记得说这个女生她可能之前是文学院毕业的 那劣势的话可能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面试的主管 她可能比较 我会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刻板印象 她会一直觉得说 那你要怎么说服我们你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这时候可能就要透过说 我参加过商业分析相关的社团或是竞赛 然后拿出那些成绩 让就是去证明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 可以胜任这一份工作 顶大中文系毕业刚考上中文研究所的黄同学 从大学就开始担任家教 因为教学成效好 课程满档 平均一个月稳定收入超过7万元 到了暑假旺季 月收入更可冲破10万元 我觉得家教这个产业有一个门槛就是他们都会希望有经验加或者是有学就是学历要好看 所以学历漂亮它只是一个门槛 那后面就是因为会自己会考试和会教书是两回事 所以后续也要比如说很会读书的人也要去理解这些学生的难点在哪边 然后要同时辅导学生又要说服家长我有能力帮助你的小孩进步 在儿童摄影工作室担任助理的吴先生则是遇到NG雇主 不仅没有劳健保实薪低于基本工资 甚至借故扣工时工作5个月后他终于决定离职 并以自身经验提醒新鲜人小心以免误入陷阱 其实因为我是从事摄影助理的工作 就是这种比较带有专业性质工作很容易被老板利用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专业技能被践踏了 因为就是当时在求职的时候时薪是写168 但进去之后老板会以各种理由说拍摄都有加成 就是可能说拍摄不同组客人然后会有加钱 可是后来到领薪水的时候又开始东扣西扣 然后导致时薪跟当初领的也不一样 就是这好像是需要在求职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老板讲清楚 或者是需要签下就是一个像合约的东西 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室 当时也没有多想 然后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调查更发现三成五的新鲜人会运用Chart GPT 来协助撰写或优化履历自撰 而使用后有将近八成对产出内容觉得满意 只有两成觉得不满意 陈寅柔表示求职者要与时俱进 强化使用数位化工具的能力 才能在未来AI时代保有职场竞争力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